举小触目的中美高峰会议, 其实不是高峰, 是借APEC亚太经合会议的机会, 但现在这个重点就摆明 就不是APEC本身要谈些什么内容, 而是说中美两国元首在阔别了将近三年, 是不是三年,应该有三年了, 疫情之前之后,首次见面, 之前很多传闻传了出来又说不会去, 包括中方都很神秘的, 是平平上了机后, 新华社先战他将这个新闻报道出来, 你可所言之他一直想摆高姿态, 但问题就是你的动静被人看穿了, 即是你的脚法, 我们经常举例,以前我们小时候巴西波很厉害, 但现在巴西波越来越退步,不是退步, 而是他的路数被人看通了, 一被人看通了就知道怎样拦截你, 你一直扮高斗,我未必来的, 现在官方都不公布, 所以就很多,最近这十日以来, 即是那些深蓝那些网台号称很懂国际关系, 那些KOL有什麽, 我们主席未必去的, 现在是美国有求于我们, 即是他们这麽看国际的, 即是他们的小宇宙真是很少, 那现在一巴两巴兜巴星都买来啦, 那大家记得啦, 即是你可以说是他的牙策, 我认我是一个很串的人, 但无事的,我们看得准啦, 一早就说他去硬的啦, 为什麽呢, 因为他真是需要美国去帮忙, 真是很需要的, 那美国不需要中国帮忙, 都需要相对地美国求中国和中国求美国 是不是一个同一个天称上面, 中国求美国是多些的, 求美国是什麽呢, 最主要最主要, 习近平现在面临国内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 平平先讲讲经济压力, 大家知道三年疫情下来, 这个国内的经济现在完全不看好, 现在明显摆明是一个通缩的现象, 楼宇滞销,外商撤资,工厂停工, 你知不知现在已经开始放年价了工厂, 即是以前你说新年前那时所谓外省盲楼, 很多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 就逼火车帮我那时做记者, 我条腰都是因为这样撞伤了, 被一只盲楼西牛, 即是那时刚刚圣诞, 不过年前, 他们赶回乡下, 我不是矮的, 比一个高过我的物体, 但他人比我矮, 拿一件货高过我的, 你想想他多大力, 他还可以跑, 一夜跑过来, 一夜撞过我那里, 我大 bottom下第一, 那个是懂武功的, 一夜转身打算射一下, 先要射一下射像叶文师傅那样, 一夜转身射了, hect毱炸鱼 哇,當日,當時整條筋震了,結果我過夜時打算去做按摩, 不做游少,按摩完第二天起不了身,就這樣避住坐就痛, 坐時就痛,一站時痛,又不想坐,很辛苦, 一來到香港立刻入醫院處理,要拉骨,搞到現在後患無窮, 但現在沒有這支歌制唱,現在已經開始放假回香港了, 可想而知經濟是多麼嚴重,所以這方面一定要幫忙解決, 房產,現在其實大陸是在掣銷的,公過於求得非常嚴重, 國家統計局統計起碼有六億多套房,一個家庭才買一套, 不是一個人買,是十幾億人口,一間房可以給兩個人工, 但有些是年輕人,有些老人工不起,完全個性, 在未來,我相信未來一、兩年肯定是全國各地, 相信有些爆破式崩樓的場面經常會出現, 因為除了你炸那些東西,將市場減少供應, 你才可以刺激樓市,但問題是你一減少供應, 地方政府的收入又嚴重下滑,又是死落一條, 這樣行就死,不容樂觀的,外資設資大家見, 連很多美資尤其是美資鰻撤出去, 所以在經濟上,阿薩真的很需要幫忙, 至於政治方面就更加重要,大家要留意兩點, 第一點是三中全會理論上是十一月開的, 但到現在都未開,這個信號釋放出來, 一定是根據共產黨過去幾十年的經驗, 開會是個形式,還要開會前大家談什麼, 然後開個會大家,股長勝利完成, 即現在都開不成就只有一個原因而已, 說不定數,你不是單方面看的, 你可以這樣幫我,但你解釋給我聽, 為何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到現在都未正式落實, 你可以說外交部長不是王毅, 是呀,理論上王毅已經退休了, 已經夠年齡要下來的, 這兩個人都是習近平, 李尚福和秦國都是習近平親自欣點的, 但他現在下來了, 即你可以看到他沒理由不派另一個他自己深福上去, 但為何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得到其他人的認同呢, 一定中間有些問題,一定有數未講到數, 還有很多隱患出來了在經濟上, 我一直說中美雙方的會談, 其中一個問題一定是將台灣問題當作磨心去談, 即美國一定會警告中國, 你不要干預台灣的選舉, 中國一定會罵美國, 你也不要干預台灣的選舉, 但雙方都是互罵不要干預台灣的選舉, 但雙方都一定干預台灣的選舉, 因為現在是擺明的, 現在這個台灣選舉是今次發展到今日, 還有六十日左右就投票了, 現在擺明一件事是什麼, 現在賴清德不是跟郭台銘, 不是跟侯友宜, 不是跟柯文哲選, 是要跟習近平選, 大家細心看下, 柯文哲根本跟統治部談好數, 現在整個局是很明顯的, 今日會談的, 馬英九出了面, 是叫藍白俠, 即侯友宜, 朱立倫跟柯文哲講合作, 但藍白俠又如何呢? 沒有機會贏呢? 其實都是沒有, 其實真真正正的引誘今次的選舉 是要看那個立法委員那個得票率, 過不過到半, 是看這件事, 一不過到半, 藍白就有可能做一個聯合政府來牽制, 就是立正德政府, 而我相信現在發展到現在中共有關方面 是看穿了, 現在的戰場, 2024是預了輸的, 真正的戰場是現在開始部署是2028, 2028才是大決戰, 因為似乎共產黨看穿了一樣東西, 打台灣就不如去收買台灣, 收買台灣不如去騙台灣, 哄哄哄哄哄回來就行, 唉台灣沒那麼容易哄, 我最初以為是看馬英九的表演, 看馬英九表演就可以了, 一個已故總統, sorry前總統, 不過這個人不死都沒用, 一個前總統, 前國民黨主席, 蔣經國親自栽培親自培訓的人, 你看他有什麼表演, 口口聲聲說保護中華民國, 結果他現在同一個要消滅中華民國的人呢, 和這個消滅中華民國的人, 支持在台灣現在的人, 一起想著消滅中華民國, 你還想著跟他結盟的, 這個不是國賊, 不是黨奸是什麼, 你回答我吧, 香港很多麻煩的我知道, 你就是白癡, 見到這些人就要口誅不發, 即是不要跟我說什麼廢話, 中美雙方在這個高峰會議, 談到什麼呢, 我相信有一件事真的談得成的, 即是Winni Poir, 他為了要解決, 要美國佬幫他解決, 因為為什麼呢, 他現在國內受到政治壓力最嚴重的挑戰, 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你炒和了中美關係, 所以在這方面, 即是作為堂堂, Winni Poir大帝, 他完全沒有理由一件事就是, 喂, 即是我那麼低威, 麻煩了, 拜佬坑幫幫忙, 我們認識了幾十年, 你不是這樣看著我死吧, 你知道拜佬坑的啦, 陰濕啊這個人, 我都發覺這個人真是老奸巨華, 蕭奇奇方讀社, Winni Poir大帝不相信他, 真是老實說我不相信這些人, 香港有些藍媒我都幾認同的, 美國佬是奸, 真是不要相信, 真是沒理由這樣, 我答應你, 你有什麼給我先, 條件交換, 還有可能是什麼呢, 買飛機啦, 不要打啦, 買好啦, 是不是呢, 買飛機, 因為這幾年大陸為了玩這個平衡, 跟歐洲買空中巴士, 就不跟波音買737, 很有道理, 不是我不想買, 你737不安全, 全世界已經查明了什麼因素, 波音已經改了, 波音搞定了, 你說搞定, 美國我們國家的標檢, 是不是呢, 即是玩這些, 現在我相信, 這次過去一定會落回張單, 算啦, 一兩百跟你買, 即是這隻啦, 即是美國那方面, 我相信會在這個關稅那裡豁免的, 至於你說晶片會不會放鬆呢, 現階段我看未必會放鬆, 未必會放鬆, 但是它會隻眼開隻眼閉, 它給一些什麼呢, 好像黃仁芬, NVIDIA, 它伸出了一隻, downgrade了一隻晶片, 特意downgrade了的, 就符合美國出口禁令的, 即是誤到那個門檻的, 就是賣給中國市場, 其實這些只要美國一升另下, 它們都無法賣的, NVIDIA都無法做的, NVIDIA為了做生意, 它download了一些晶片, 我相信這些美國佬, 即是學兩句, 你不要這些影響什麼, 但是一方面罵, 一方面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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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那麼多, 一年幾多百萬算數了, 就真是用這隻, 用這隻隻眼開隻眼閉, 用這種方式, 就真是不會捏死中國, 但anyway, 只要達到這件事, 那Winni Poore大帝在政治上, 都還可以說得過去, 還有, 如果Winni Poore, 這次如果他成功邀請到拜老頭, 在明年訪問中國大陸的話, 那他就贏了, 那他就大賺了, 現在美國就是給不給他賺這一筆, 就去看這件事了, 我相信Winni Poore大帝一定會邀請拜登, 因為為什麼呢, 你知道拜登一下大陸中國的土地, 那在政治上對Winni Poore挑戰那班人, 沒有聲出, 誰說我破壞美國的關係, 我破壞他會來嗎, 一句, 是不是, 有時候講無用的, 所以大家要看這幾個項目, 好嗎?